回来看第八场赛事 这场是三班的1200米 打热门马快快有 2.3倍开飞 国营军就很分左 上到2.8倍 最后阶段下来2.4倍 大雷布开飞是8倍 国营军就下到4.9倍 开跑的时候就回上8.2倍 莫浪球开飞5.2倍 都是热门之一 但开跑的时候就回到上8.2倍 第八场是三班1200米 今天拆两组第八第十场 起步的时候应声带出 是热门的快快有 第一只跳出来先 内档有大雷布都快 外档埋根底是青芯星 然后贴蓝莫浪球都在前面 然后中间有神进马车 起步都是第五岛 后一阵的马内档声运名着 记住中间的安感 外面是黄衣的清功精神 在美的三笔 暂时很久没见的美丽多多 中间是晋神 包括那些藤飞塔 起步这么脱落 暂时零零丁丁丁在美 入彎时想在前面 快快有戴不了头 是大雷布戴了头 快快有就走二叠三叠 然后重变青芯星 起步慢了一点 就要捱三叠 然后到幕浪球 后一阵是神进马车 清功精神 内档声运名着 内档那里大把位 让他走上去 然后就安感 然后跟着马 才看到美丽多多 晋神 藤飞塔 叫他跟近一点 进来最后直楼的时候 前面大雷布暂时戴头 快快有什么事 停了 青芯星都不多 外档上来的马 就开头在内档的幕浪球 要走出来劲的 内档摄上来 多批星雲名着 大外档的神进马车 坐百多米的时候 前面戴雷布都差不多了 代指的内档 声雲名着 外档幕浪球 冲到这里也差不多 过去第一名 星雲名着 今天打开胜利之门 第二名幕浪球 第三名戴雷布 第四名的神进马车 林祥也有说过 星雲名着 宿情都可能 赚一些级数 又想不到他摄得这么漂亮 居然赢了 因为前面 走了之后 里面大个空位留给他 所以他很轻易迈倒栏 也想他不应该够 快快有跑 快快有 当然有点跑错 他这里又不敢走 快点迈倒栏 变成了二叠 今天那条跑道形势不理 但我觉得潘顿 跑过这次跑马地 他很快迈倒栏 你不要说那次跑马地 因为可能那次跑马地 那个经验害了他 原来马有 潘顿说其实今天 在梁相圈和去杂商途中 他都知道 看到快快有 是咳了 有咳了 有两度咳嗽 他说不过就是 他三月头那时 其实这只马在跑马地 出赛 他当时也有咳嗽 那天又咳嗽 就没事 所以今天他对他咳嗽 就觉得不忧虑 但也有给兽医看 兽医看完之后 都觉得没问题 可以跑 但谁知道 回来验 那马原来气管有痰 但是好像 那就是没有保障到 投注人的利益 当然你兽医检查 那里有些什么细节 我也不清楚 但是那只马有咳嗽 又有痰 他大烟盘 对了 就是你那天咳嗽 没有事 就不代表你今次咳嗽 就没有痰 结果现在就痰作怪了 不过他自己转弱得很快 一定是有事 虽然跑得不是很漂亮 但是也不应该那么快 断开以他的能力 那么快断开他有事 那如果这些马 譬如大吉利时 他下次又咳嗽 是不是真的要查清楚 才能让他跑 对不对 那如果这次有这个纪录的话 我想怎么也要做一些功夫 这次也挺惨 大烟盘跑包尾 是很早已经转弱 是的 第二名张相 莫朗球 分点时间 头段23秒82 第段22秒22 末段22秒82 总时间是1分08秒86 其实这些情况 应该是仿卖的受益 如果骑士报告你咳嗽 你会怎么和他检查呢 那你又不是立刻照到谈镜 又照到他有没有谈 那你是用什么去判断 他会合出赛呢 我都不了解这方面 我都不了解 我们找些机会去了解一下 但可能是 他可能觉得先前都试过一次 就是马临墙行圈 咳嗽 但是没事的 每一次都是一个独立事件 这一场结果马就很明显 除了虽然回来有问 联马师说 觉得可能马不是很习惯 在前面可能两边有马逼他的跑法 但结果现在再受医一验 其实我相信都是落败的原因 都是主要是那个健康 先前你咳嗽我不理你 现在你咳嗽我抓你去隔离 先前不足为据 这些真是 咳嗽就是其中一样 不过我觉得出了来之后 都没有走去埋难 其实都跟他之前有些分别 我觉得都会令到 另外就是有问题的 腾飞塔 骑士回来就觉得 马持续感觉欠顺 又要通过手艺检验才可以 我觉得很弱